有些人在自我介紹都會說 大家好 我是王靖 我是一個開朗的人 我很難去用一個形容詞來定義我自己 我一直對我自己的人生跟個性都還在摸索 所以遇到 我算是一個空白的一張紙 所以遇到很多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劇本的時候 我就會很好的帶入那個人設到裡面去 國小的時候就不物正義 非常喜歡看各式各樣的小說 對文字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當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他們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演過一次了 對我來說 劇本都是畫面感很強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一場 真的就是奇幻旅程 我幸運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我這個幸運的百分比 佔得非常非常的高 在計程車上面唱歌就被看到了 剛好就是有一個癡情男子漢的試鏡 剛好就世上了 因為知道自己擁有的是幸運 所以才會覺得 希望自己可以更努力 才可以配得上這樣子的運氣 我是王靖 帶你們來看一下我的影視學生證 嗨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看板人物 英雄初少年這句話應該是正面的吧 不過呢 在一個年輕人世代極度競爭的時候 英雄初少年這件事常常會帶給 不是英雄的旁邊的人很大的緊張 今天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不過我們今天介紹這位初少年的英雄 他前面的少年人生其實是翻倍的過 可能有那時候的辛苦 使得他現在 煥發出來的力量 我覺得特別強大 一起來看王靖的故事 一起來歡迎王靖 歡迎歡迎 歡迎 現在應該可以握手了 歡迎 請坐 你的手好冰 今天我們前面放一個高中生的制服 對 還好嗎 會不會覺得說我演了這麼多角色 你們為什麼偏偏要放一個 高中生的人偶在現場 不會 對我來說 我覺得高中生這個印記還滿重要的 因為學姐 就是大家現在有的時候 可能在路上看到我還是會說 誒 學姐 然後近期內會說Pinky或是小靖這樣子 對 那實際上我們在這一次 很高興王靖可以來 因為在現在我們對於這個 英雄初少年這一句話 就越來越有體驗跟感覺 那王靖事實上 目前所有演的角色裡面 高中生的這個角色 出現在你的演藝經驗裡面 已經有七次了 不同的劇 影集或者是電影 確實有一天在 我之前那時候在拍瀑布的時候 第一天的樣子 然後就看著 小靖穿著靖修女中的衣服 然後就是走出來 那我在看回放的時候 我突然心裡面一驚想說 天啊 我怎麼還在演高中生的感覺 然後那一天我就有點緊張 結束之後收工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劣結 我就跟他說怎麼辦 大家會不會都 以後都只找我演高中生這樣子 然後他想了一想他就說 這有什麼問題嗎 這又怎麼樣了嗎 他就覺得說 什麼年紀 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些角色會在這個時間點 角上你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叫我不要去給自己太多的射線 後來想了一想之後覺得 好像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今天你真的因為某一個角色 而被定型的話 那肯定是因為那角色 算是滿成功的吧 對 而且你知道嗎 當我越來越讀你的書 然後我想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也許有人不知道 其實王靖是原來寫過書 很年輕 14、15歲的時候 就是寫書的 所以你應該是在讀本的時候 對於高中生這一件事 看到這個角色 他的內在 內在的靈魂 或者是說 他所表現出來的個性是怎麼樣 可能是因為就是從國小的時候 就不誤正義 非常不喜歡看課內讀物 我非常喜歡看各式各樣的小說 然後我也很感謝我媽媽 就是她並不會因為說 發現我在看小說了 就是痛打我一頓還什麼之類 她是非常鼓勵我去閱讀 課外讀物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從小的時候 對文字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想像 當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其實那些東西對我來說 就有點像是 他們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演過一次了 但起碼我覺得 對我來說 劇本都是畫面感很強的東西 那你的人生下來有沒有 因為你看你 到現在你已經兩次 入圍金馬獎 就是在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測標叫做什麼 叫做新生就一節 那這一個 原來在不在你的任何想像裡面 從高中開始演習 完全沒有 到現在也還是沒有 而且 我是真的打從心裡的覺得 這個東西不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我覺得是 就是真的是遇到好的劇組 跟了解你的導演 然後一起創造出來的 所以 所以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仿冒者症候群還是怎麼樣 當有一些 掌聲也好 或者是目光也好 還是說成就也好 到我身上的時候 我反而會變得更緊張 我好像 因為我小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一個 很享受在大家目光底下的人 包括譬如說在學校 我也不算是一個風雲人物 就是我屬於那種 比較偏角落跟默默 過自己生活的人這樣 結果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的個性 反而進了這樣子的 就是工作跟演藝圈的時候 一開始確實是花了 非常非常大的時間來適應 那你覺得 經過這個階段 它還會再困擾你 包括說像是 我從小就非常害怕鏡頭 因為我覺得 包括像是全家人出去玩 一定都會想要拍照留念 我真的是看到鏡頭 我翻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每一次的表情都這樣 因為我都覺得那個 閃光燈閃下去的時候 我好像我的靈魂會被拍死一樣 還是會有鬼這樣跑出來 但很諷刺 也不是諷刺 就是很幽默的事情是 我現在的工作 我每一天都在面對鏡頭 但我覺得有比較 輕鬆一些了 王靖的大爆發年 讓我們快速掃描 然後這三部戲裡的他 滑燈出上第二季 瀑布和月老 你綁一條紅線 都需要兩個月老的同意 上映兩週票房破譯 2021年國片月老 跨年後再衝上2.5億大關 片中頂著粉紅色頭髮 個性跟造型一樣嗆辣的王靖 彷彿從導演 在九把刀20年前的小說裡 活脫脫走出來的經典人物 早在世襲階段 九把刀就決定非他莫屬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感覺 你感覺到了嗎 我感覺到了 騎跑馬燈 他是所有人裡面 最貫徹指令的 王靖非常的 非常的直接 把這個角色演得很俐落 然後並沒有很多的雜念在裡面 演活電影裡敢愛敢恨的 本紅女Pinky 在九把刀演中 王靖私下個性直率 簡直如同角色翻版 我跟王靖說 這個故事裡面 最重要的那一段跑 這個重責當然就交給你了 突然之間他就把他的腳 突然之間就砰在我的桌上 他說可是我的腿這麼粗耶 對 這要我穿圈子跑嗎 電影裡面的直率比較粗暴一點 但是現實生活中的王靖 他直率的下一秒 可能覺得剛剛有點太直率 然後就有一點 就是抱歉起來 對 那我覺得滿可愛的啦 妳今天來做什麼 我要突擊把刀 我第一次來 我是好講到 講到有一次 你吃了這麼大顆的肉包 我自己先 Pinky現場突擊 導演九把刀卻是老神在在 自稱只有自己整人 沒有別人整他 拍戲期間慶生會 就來自調皮導演的精心設計 更爆料看起來大喇喇的王靖 其實很需要導演關心 準備 開始 小燕 你快起來啊 今天Pinky生日啦 OK啊 我們都收走耶 你生日快樂 我想說 我想說 為什麼你講戲都只跟他講 我不要跟我講 可是他就是一個 就是很需要導演關懷的人 Pinky跟他很棒 威慈 然後這樣子他就不行 我拿 他就會覺得說 都不用講 都沒有要提醒的 對 就是 這樣就是沒有關係 然後就 跑步喔 要很著急喔 看他小秘就 很緊張 啊 這什麼回事呢 這樣子 這樣才叫做有交戲 我本來就是一個 很需要 人家給予我指 因為我是一個沒有什麼想法的演員啦 我像我從來不跟你說 我覺得Pinky這個時候 不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Pinky不會這個 沒有沒有 我不會做這種事 欸你知道 剛剛正好聊到這件事情 這算是你的優點喔 有進去嗎 我第一次來這邊欸 這不是 正中的招待所啦 平常女孩子都約到這邊 對啊 總是要求自己 對導演角色的指令 全盤掌握 也許就是這份執著 出道短短五年的王靖 平整2021年 金馬大贏家瀑布 二度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你算你還是 離我沒一點比較好 真的會很生氣欸 朱文宏自編自導 為王靖量身打造 瀑布裡的他 從一開始叛逆 而後陪伴生病媽媽 一夜成熟長大 口氣和眼神的微妙轉折 讓導演周莫宏 和飾演媽媽的賈靜雯 情緒也不由自主地 被他牽動 小靖是我拍片很少很少很少 在讓我在現場哭的 一個那麼可愛漂亮的女孩子 跟你有假的這句話 那個那個真的是蠻令人崩潰 王靖的好事 沒什麼撿到的感覺 劇裡面的女兒 我覺得很心疼 我覺得她的那個眼神 就是會讓我很多想法的 回顧2021年 幾乎可以說是王靖年 大一幕大放異彩 小一幕表現 同樣緊抓戲迷目光 耗自2.5億的華劇華燈初上 王靖扮演學生時期的林心如 與資深演員對戲 光芒絲毫不遜色 那時候找的羅宇龍小師 我希望也是要找很有活力的 去跟蘇星穎小師的對比 那活力要能感染他 我覺得這兩個的互動會比較有 有發覺反應 然後那時候很自然的想來想去 就又想到他了 2015年因為計程車上高歌走紅 王靖出示提升戲劇作品 就是聯誼齊導演的痴情男子漢 私下貼近角色的率真性格 和出身之獨的企圖心 讓王靖第一部電影 就擔綱女主角 你以後會想結婚嗎 應該會吧 那你那一張孩子的爸 蛤 我後來才知道他完全沒有演出經驗 但是他企圖心很強 他來試鏡的時候 他就借了一套制服 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故事是學生嘛 台灣試鏡很少人會 尤其新人很少會做這麼足的外在準備 我覺得他私底下 心思非常的細膩 對 因為他也是作家嘛 所以我覺得 他的心中 住著 大概有十個不一樣的王靖吧 他也會常常為 角色寫一篇短文嘛 對 我覺得 他是透過文字的力量 然後轉化成內心的力量 然後演出來 前陣子剛看完 他是吳小樂的那個致命登入 我不喜歡讀書 但我喜歡就是看故事這樣子 對 其實對我來說 小說都很像一部電影的感覺 中學時就出版過兩本小說 寫故事也愛讀故事的王靖 對文字的敏銳感受 讓他更能掌握劇本角色 內在靈魂的血肉 進而融入表演 這也讓他在電影返校中 詮釋英語的學姐方瑞欣 深執人心 出道兩年 就一舉多的2020年 台北電影獎以後 他真的相對於 同年齡的女孩子來講 他是成熟的 壓力或者是緊張 害怕那些東西 他在表演的時候 他有辦法丟掉 他很習慣用音樂 來幫助自己進入狀況 這場戲需要什麼樣的情緒 他會先把音樂選擇好 他要聽什麼東西 所以你自己挑 比較接近他的心情 對 然後還有 譬如像瀑布 瀑布也有 Pinky的主題曲 非常非常非常經典的 西洋老歌這樣子 有的時候也就只是一種感覺而已 要前往片場的路上 剛好在車上 聽到電台在放什麼歌 然後就突然覺得很有感覺的話 我就會有一種覺得說 好像是 就是上帝 就是想要讓我今天聽到這首歌 可以 遇到的雜誌 他們都蠻喜歡 常說新風格的 我很喜歡一些比較搞怪 或者是怪奇的鏡頭 或者是角度 然後今天 就是有拍到類似的 我就覺得 很開心 喜歡看自己 悠遊在變化多端的風貌裡 採訪過程中的王靜 既有月老裡 Pinky的外放俏皮 也時而流露瀑布裡 小靜的細膩沉靜 這個恰如其名 如水一般 靈動沉靜的新生代女星 任由不同角色容器 勾勒出 還可以千變萬化的新輪廓 她帶給自己和觀眾 更多的驚喜 才剛剛揭開序幕 那作為一個喜歡寫作的靈魂 其實你自己是用你的演技 去寫出來每一個角色 因為越看你的書 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只是換了一個表演的 這一支筆 然後去把那些角色寫出來 那不同的高中生的角色 你會覺得這裡面 都有一部分的你 可以在裡面淋漓盡致的嗎 因為我很難去 就像是譬如說 有些人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會說大家好 我是王靜 我是一個開朗的人 我是一個樂觀向上的人 我很難去用一個形容詞 來定義我自己 一開始會為了這件事情 感到有點惶恐 想說我是不是連我自己 都不太了解我自己的個性 但後來好像覺得 這某方面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一直對我自己的人生 跟個性都還在摸索 所以遇到 我算是一個空白的一張紙 所以遇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或者是劇本的時候 我就會很好地帶入 那個人設到裡面去 那你也會在那個人設裡面 會發現 原來有一部分的我是這樣的嗎 會 像是 之前人家就有問說 如果想要推薦身邊的人 來看月老還是瀑布的話 會怎麼推薦 我就覺得 如果是想跟我當朋友的話 那很適合看月老 就是Pinky 就是可能我私下 或者是工作的時候 跟朋友相處的方式 但如果是真的要 很走進內心或者是很剖析 我這個人的話 應該會是瀑布裡面的小鏡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個造句 寫說 王靖他這個人是 然後下面這個有一個直線 所以這個造句對你來講 其實它是開放性的對不對 它很難用一個句子 把它造完就對了 我從小到大 就是只要遇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我都會在那個問題上面 就是停革非常非常地久 因為我到現在我都還不知道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那至少我可以填一句 如果這樣的話就是 王靖那他是一個 很想對自己誠實的人 所以不想很快的 用一兩個句子來交代 還在摸索的自己 我知道了 因為我覺得那一幕 那個吐水在劇情裡面很突然 然後你的表情 在瞬間裡面反映出來 有很多很複雜的心情 所以這個賈靖雯跟你之間的互動 在這個劇裡面 它怎麼樣成為一個 帶動你情緒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動機 因為畢竟一開始是要跟姐一起演戲 那時候就非常非常地緊張 之前沒有這樣的經驗嗎 在戲劇裡面 就這麼密切地跟一個 有 但是通常都會先培養感情 就是導演一定都會希望說 可能媽媽跟女兒要先見面 起碼就是吃個幾次飯 互相了解一下彼此這一種 但是中島這次很妙的是 我跟靖雯姐真的是在開拍的那一天 我們才第一天見到面 我們真的之前都沒有碰過 完全沒有 甚至是什麼工作場合 完全都沒有 所以那天在開拍前的時候 妳在那邊很興奮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都是緊張的 然後她自己事後有說 她其實也覺得滿尷尬的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就在休息室 然後彼此點個頭之後 然後就開始各自舒嬅這樣子 開拍的第一顆鏡頭 就是我們在這部電影裡面 第一顆鏡頭這樣 所以那時候兩個 剛好在劇裡面母女的狀態 是屬於有點陌生 但是好像又有很親近的一個關係這樣 後來慢慢的 我覺得是當我開始意識到說 她是一個非常好聊天的人 然後她也是一個很 她也是一個open book 就是妳是可以跟她唱聊任何事情的 她也不會有價值 她非常的親近人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會開始慢慢的把不管是小靜也好 還是王靜也好的心 很放心的交給她 我想問對妳來說 妳覺得是因為妳的年齡之力 還是因為妳目前的個性 所以妳面對一個 其實妳必須要跟她 比較接近 有比較密切互動的人 妳覺得是比較好 但是妳慣性上不會那麼快的先敞開 我覺得是我的個性 就是 是安全感嗎 就是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不管是 其實私下好了 私下我其實不會是在聚會當中 第一個發言的那種人 我通常都是會先默默先觀察一輪 大家之後我才會開始慢慢的說話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會讓人感覺到有一點點的距離感 但那並不是我想要刻意塑造出來的 那純粹就只是我會很害怕 你剛才聞到 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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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錡 你出道了 怎樣啊 新世代女神王靖出道五年 演出多部叫好叫做影視作品 常在社群秀出和愛犬鬥趣合照 她笑說要比人氣 米格魯兒子堪急 可是一點都不輸給自己 之前有人會說什麼 可不可以一起拍廣告 或者說一起上節目之類的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會把人家那邊給炸掉 如果有其他狗狗進來的話 我就會一直待在旁邊 又講到你是別的狗的話 然後我是堪急 堪急就會這樣 這樣子 然後有些狗狗可能比較敏感 或者是比較膽小的 就會因此嚇到 不要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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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非常喜歡滾泥巴 你的口水啊 三年前王靖領養患有皮膚病的堪急 當年瘦弱的小不點 如今是牠口中的小惡魔 好動的牠幾乎沒有半刻停歇 不過念歸念 王靖看著狗兒子的眼神裡 卻滿是關愛 因為牠的關係變得比較戀家吧 就算出門了 也會一直很擔心牠 我這樣會不會看起來太有母愛 在堪急到狗公園奔跑放電 或是透過瑜伽伸展 而遇疲憊的身心靈 就是不工作時的王靖最簡單的日常 五年前他從寫故事的作家 變成詮釋故事的演員 喜歡開發自己不同面向 2022年開春 果然王靖又多了一個新身份 籌備一年多選擇在西洋情人節公開亮相 因為工作王靖接觸到按摩和精油 邀姊姊合資創業 砸九百萬開設SPA館 用了對的方法來拍水中的時候 那個其實效果會差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就是一直不斷出一些搜主意 那它是一個非常務實的那個 摩羯座 所以他就是常會把這個水平的一些 就是亂七八糟的一些想法給就是打掉 兩個人可以再近一點的一個 假裝是姐妹 假裝是姐妹 我真的會不會也有點在你旁邊 有點太黑啊 你要有說實話嗎 沒有 和王靖相差十歲 姐姐妹婆眼中 王靖比起童年齡女孩 早熟了很多 國中時父母離異 王靖隻身前往美國求學 隔著太平洋 十三歲的小孩 即使對媽媽滿懷思念 只能獨自堅強面對 在美國念書的那段時間 媽媽去那邊看她的時候 留在那邊只是一隻牙刷 她可能去哪裡就會帶著那隻牙刷 因為她很想念家裡 對於那時候的她來說 我覺得是很辛苦的 因為年紀還這麼小 電影瀑布裡 王靖和賈靖文飾演的媽媽 起初淡漠疏離 生活巨變讓彼此親近相依 現實生活中的王靖 也經歷過家庭波折 懂事的個性 使媽媽低潮時期 心靈的陪伴 她其實一直都是一個 很乖的小孩 戲裡面的平溫 甚至不需要講什麼話 小靖就可以理解到 她在想什麼 這個細膩的部分就有點像 現實生活中的靖一樣 她其實很會觀察 也許是曾經分隔兩地 回台後的王靖 更珍惜與家人相處時光 出道初期 工作 生活 分身乏術 讓她一度很自責 她們就是會有一種 很想要保護我嗎 還是說不想要她擔心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就是好像身為一家人 好像 她要參與每一件事情 對 然後可以給大家的事情 付出的也不多 可是她真的都愛我 你幹嘛讓她哭啊 讓我有 提起家人就紅了眼眶 王靖開朗樂田的背後 其實藏著鮮繫易感的心 連第一次合作的演員 也能感受到她 細節裡的體貼 你腰杆是不是 Yes 我知道 好 嘿嘿嘿嘿嘿嘿 所以發現人在幹嘛 這薯條耳環 OK 完全不是我第一次拍 她就是來打 沒關係 我沒有看過 這麼積極想要被打的 對表演很熱情 但是她也是在照顧我的心情 不想讓我有壓力 可以變成朋友也是這種 細節的累積吧 這是我媽媽 她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開的店這樣子 帶你們來看看 Let's go 高中時放假從美國回台灣 王靖就在這家咖啡廳打工 店裡的每個角落 都是成長回憶 獨家餅乾 王靖更是從小吃到大 謝謝阿姨 謝謝 我們悠悠餅乾 謝謝 這個餅乾是我真的 從小吃到大的 非常非常厲害 和許多年輕女生一樣 比起山珍海味或新極餐廳 王靖更愛餅乾零食 採訪過程中 幾乎有餅乾的地方就有王靖 來 妳知道嗎 要差不多進來聯訪了 那要入圍嗎 可以 都是平面錄音 好的… 好 入圍 要繼續走 我怎麼走 我就知道 這裡很怪怪 所以要走進去 對 她是愛吃垃圾食物 返校剛剛開始的時候 她有偷買這些食物給我抓到 因為她看到我在 她就很害怕 就把手搖帶了 放後面 她遇到的時候 她真的一直都愛吃啊 我滿喜歡圓臉的女生 但她有點太圓了 哈哈哈 要拍照前一天 幾點以後不能喝水啊 我原本以 我原本昨天有這樣的計畫啦 就還是不小心吃了一些宵夜 而且我宵夜還吃炭烤雞排 有啦 妳中三音啦 她還說 沒關係啦 可以中途 哈哈哈 這首沒有掌勁的對話 帥真不做作 就是新世代王靖 令人會心一笑的獨特魅力 然而出道以來 盛民帶來太多 放大檢視的目光 讓周圍的人 不免為她心疼 她又不是一個喜歡 就是 製造出另一個人設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 她這麼真的個性 然後看到 有時候看到那些輿論 我還是會滿難過的 經常跟她同學見面的時候 然後他們說沒有 我覺得妳沒有變 她會安心 其實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滿 滿心疼的 就是她到底有多害怕 失去原來的那個自己 透過戲劇 活出不同人生 現實生活 也淬煉出 古靈精怪的有趣靈魂 這個水瓶做女孩 會一潭吹起一陣 清新的小旋風 享受做自己的快樂 就是她神神發亮的時刻 所以真的是 會不會跟你 那麼小的時候 自己放到一個陌生的 美國陌生的環境裡面 那個慣性 保護自己的反應會有關 我覺得是 而且在美國的那五六年 我覺得 我的人生經驗值 可以說是翻倍在成長的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 父母離異 然後我媽媽希望她可以給我 一個新的環境 所以才很臨時 很衝促地決定要去了美國 你說兩個禮拜 就半個月 兩個禮拜以內 我們就把所有的手續都辦好 然後就去了 非常非常瘋狂 可是那個時候 一到那邊的時候 就會開始想家 當然一開始聽到 有這個計畫的時候 覺得好酷 要出去玩了 要去美國玩了這樣 結果發現 你在一個地方玩 跟你在一個地方生活 是兩媽子的事情 到那邊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很想家 很想媽媽 我甚至還會把 可能我媽 因為我媽中間 都會來美國看看我 所以她看看我的時候 她就會有忘記帶走的 牙刷也好 或者是什麼 小毛巾也好 我就會把她留下來的東西 就是一直 隨身帶在身上 然後想她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去聞她的味道 這樣子 所以那是一個 這個記號讓你覺得 你們還是連結的 其實是連結的 但那個年紀 你需要一個 很強烈的連結的記號 我很需要靠一些 就是觀感的東西 像是嗅覺這個東西 來告訴我說 我其實離媽媽很近 這樣子 所以用一個 比較安全的方式 保護自己 可能成為你跟 在一個陌生環境 丟街球裡面 一個慣性的反應 而且因為我也會 不知道說 大家真的會喜歡這樣子的我嗎 大家真的會喜歡 私下的我嗎 這樣 對 所以是那個時候 誕生了你的書 對 第一本 因為十四 十五 所以影響很深刻 那時候是想 那麼小的年紀會想 透過這個書 我應該不是說保護媽媽 而是說 想對媽媽說的話 透過書裡面把它寫出來 因為那時候十四歲 然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說 十四歲應該就是寫青春校園 就是愛情故事啊什麼的 結果我根本沒有上過班 我也不知道 上班族的生活是怎麼樣 我單純就是 靠自己的想像 跟一些就是上網查 可能上班 那時候還有什麼 所謂無名小站 網誌這種東西 去查一些有 那些一般上班族的日常心情 打卡這件事情有多煩人 怎麼樣 然後又想把這個女主角 設定成是一個女強人 就像我媽媽一樣 然後自己也會開始去 因為畢竟是律師 所以律師就也會上網去查 一些什麼法律的條款 什麼什麼 我覺得 十四歲 就是我把這個情節都落在一個 十四歲小孩的課餘 對 但我覺得很有趣 是因為我覺得在寫書的時候 我真的學到了很多 在課本上面都學不到的東西 像是那些法律也好 或者是蟑螂哲學裡面 也有提到一些心理層面疾病 什麼是解離反應 什麼什麼的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寫書你一定會有一個 你特別希望他看到 然後你特別希望他可以感動的人 第一本書的時候 確實就是想要寫給媽媽 我覺得演戲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很著迷跟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幫你去完成 你可能生命中 沒有機會可以做到的事情 包括說跟爸爸好好道別 家裡必定就是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機會 去好好跟他說再見什麼的 然後在戲裡面 想盡就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李仁哥說再見 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 大家現在還可以找得到 他裡面有一些句子 當我在落回到那是14歲的王靖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還想繼續跟他聊一下 有些再見是為了下一次的相遇 有些再見是為了釐清一種關係 一種狀況 一種心情 硬闖 硬撞 抱著就算頭破血流 也要幸福的心情去試一試吧 真的是女兒對媽媽 所發出的一種 愛的建議跟勸告 硬闖 硬試 就算頭破血流也要去試一試 因為 我媽媽她就是會覺得說 就是作為一個女性 她人生的課題都已經 做到了 譬如說她已經結婚了 然後她也生小孩了 然後她就會覺得 很想要把很多的經歷還有時間 都放在小孩身上 但其實 就屬於追求她自己幸福這件事 Case Close這樣 對 但其實就是 殊不知 就是身為被她照顧的小孩們 都會很希望她也可以為她自己 就是 也會很希望有個人可以照顧她 所以 就是那時候在寫這個的時候 就是很想要告訴她說 其實我們Eventually都會長大 然後 我們終將都會有一天都會 可以成為一個 就是可以照顧自己的人 那我們會希望可以 有人也可以照顧你這樣 所以那時候你 真的非常愛你媽媽 但是愛著又一個人在 加州離那麼遠 住校擔心著 所以 對啦 你說你那個時候出高中 你是翻倍的人生 因為你心裡面有一個很巨大的煎熬吧 我很希望拿到我的小孩 寫這樣一個本書給我 讓我知道那個愛是多麼的需要 有一個出口 對 你 她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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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我姐姐 對 她叫曾希 你們的眼睛 好看起來好像 一樣的神色一樣的 那我可不可以說 所以王靖其實你 很早你就經驗了 不是無憂無慮的 I mean 憂慮是一種心境 它就是 好像有一段時間 自己一直在這個小流沙裡面 所以距離無憂慮 這個是還蠻早 你不在那個狀況 也使得你在詮釋這一些 我們以為 高中生嘛 這樣的角色 你可以詮釋出血肉 我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可能吧 也可能是因為我真的從小就 比較敏感 就是我有次跟姐姐聊天的時候 發現 我們兩個人都是我媽的最極端 就是我姐是屬於我媽 最理性的那個部分 然後我是屬於我媽 最感性的那個部分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的比較敏感 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很能 讀空氣 就是我好像在 很小很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得到 這個場合 是什麼樣子的氛圍 這個場合裡面的誰 好像看起來不太喜歡我 這樣子 所以在瀑布這個2021年 討論度非常非常巨量的 這個電影裡面 你跟母親之間 這樣一個角色的詮釋 特別是想保護母親到保護母親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角色裡面 為你來說 演過這個角色 好像也經歷了一個散溫暖 為自己來說 好像是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演戲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很著迷跟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幫你去完成 你可能生命中 沒有機會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像是 好 譬如說小婧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 就不在我媽媽身邊 所以基本上在我 最應該要叛逆的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我跟我媽媽 都是沒有待在一起的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 陪著她一起去經歷說 她那個時候 離婚的心情 但也會覺得 有的時候也會覺得 身為一個女兒 好像能夠為她做的事情 真的是不多 但是在戲裡面 我就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包括說 跟爸爸好好道別 這件事情也是 不管今天 她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怎麼樣 她就是我爸爸 然後我也很感謝我媽媽 她並不是那種 會屬於一直在小孩子面前去 說爸爸不好的那種人這樣子 但是因為那時候 家裡必定就是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機會 去好好跟她說再見什麼的 然後在戲裡面 小婧就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李仁哥說再見 所以黃婧 妳會不會覺得 在妳這個年齡 就像在高中妳有 比一般高中生更倍量的 內在成長一樣 然後妳這個年齡 因為在這個隱居圈 妳比別人更倍量的 接觸了不同的人 有更多複雜的互動 它會讓妳 妳會不會變得比較輕鬆 就是妳越來越知道 妳原來所想像的 跟妳所擔心的其實是不會發生 好像是這樣沒有 但是因為剛開始入這行的時候 本來就不是抱持著一個 我會做演員的心態來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在第一次拍吃情男子漢的時候 單純就只是覺得說 暑假打工感覺拍個戲好像也滿有趣 拍完之後就可以回美國了 就剛好兩個月時間這樣 就拍了 也回去了 那時候也不覺得自己會 真的一直這樣演下去 但是我覺得我很感謝當時的導演 是聯義齊導演 因為我覺得 因為第一部戲 遇到一個這麼了解新演員的人 我覺得他帶動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我想很多喜歡王靖的海內外華人觀眾朋友 都知道他是唱在Taxi上面 想贏個麥克風 然後就接了幸運女神丟給他的球 我們還是看一下這個片子 因為我今天想請他放下 殺死了 怎麼跟現在都沒什麼變 你的樣子 沒有變 完全沒有變 那首真的就是毛起來唱了 對 因為他說影片PO上去 如果滿3000個讚的話 就可以得到那個免費的麥克風 我好想要那個麥克風 我就唱了 還好那一趟還做得滿久的 對 所以你唱歌是這個FU嗎 那個月老 可不可以幫我們在這邊唱 如果可以嗎 對 可以嗎 好 那我唱囉 如果可以 我想和你 回到那天相遇 讓時間停止那一場雨 只想擁抱你在身邊的爭取 問你的呼吸 一眨眼 一瞬間 你說好就是永遠不會變 我以安的對不對 對 這首的高音跟轉音都滿難唱的 謝謝你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今天還沒開灑 我可以幫他證明 好早 一早就錄了 我覺得演員就很像是靈媒 這些角色都是那些靈魂 他們會住到我們的體內 我們才會把他給表演出來 每次殺青的時候 我會很沮喪 是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要跟某一個朋友說再見了 我會覺得角色日記 很像是在紀念那個 兩三個月的自己 你怎麼樣去解釋 幸運跟成功之間的這個關係 因為這個計程車 唱歌 然後入行 我覺得是很多人可能想入行 就是那種他求之不得的那個 機運 可是你自己會怎麼樣 去想這整個經過 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一場 真的就是奇幻旅程 那至於要說 幸運跟成功之間的關係的話 我覺得成功一定要有 某一部分的幸運 但我幸運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我這個幸運的百分比 站得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剛好就是 因為在計程車上面唱歌 就被看到了 剛好就是有一個 痴情男子漢的試鏡 剛好就試上了 然後剛好就開始了 演員的這一條路程這樣子 但是因為 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擁有的是幸運 所以才會覺得 希望自己可以更努力 才可以配得上這樣子的運氣 而且我覺得那個剛好還有一點 我在想它如果不是一個封閉空間 我覺得你可能 我絕對不會開口了 我應該就是會閉嘴這樣 而且那個駕駛員是背對著你 所以其實你是在那個空間裡面 你是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剛好 如果是一個歌唱比賽 大概我們不會看到他去報名 給他十個麥克風 他也不會去報名 謝謝那個圖青兩大哥 你有把握 每一個姓名女神丟過來的球 你有把握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王晉他都有寫那個角色的日記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哇 那可以跟我們聊一下角色日記 這一件事情 對於你來講 它的魅力是什麼 因為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歡寫日記 我是一個很喜歡記錄自己人生的人 我現在好少聽到 還是我有限的生活圈 我好少聽到有人喜歡寫日記 我訪問了這麼多來賓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人有的時候 會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 或者是說因為面臨到不一樣的挑戰 人生又步入一個不一樣的階段的時候 你會不小心忘記自己原本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寫日記 其實因為我時不時就會回過頭去看一下 可能三年前的今天我在做什麼 五年前的今天我在幹什麼 我不一定每天都會寫 但是有感觸的時候就會想要寫 對我來說那個角色日記 一方面是想要記錄 譬如說 22歲的Pinky 王靖 22歲的小靖 這樣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也是在跟角色告別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了解一些表演理論的人 對我來說我覺得演員就很像是靈媒 就是很像 然後這些角色都是那些靈魂 他們會住到我們的體內 我們才會把他給表演出來 說他想說的話 演他想要演的故事 等於說這些角色其實都是活的 所以在每一次殺青的時候 我會很沮喪 是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要跟某一個朋友說再見了 然後我再也見不到他了 所以到那個時候 我會覺得角色日記很像是在 紀念 兩 三個月的自己 然後也是想要寫給你那個角色 希望他在故事的世界裡面 可以活得很好 這真的非常文學性 我覺得這整個思維是很文學性的 也許有一天繼續寫 那你可以把你的角色日記 成為一個紙本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沒有 我覺得是分享力量 分享力量 走到現在 就是你人生是 我們剛剛只講背量的人生 學業這個事情 你自己現在怎麼看 還會想去有一天把它完成嗎 我覺得這是必要會發生的事情 只是是什麼時候 我還不知道 但是你說會不會一定要回去日本 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回天埔大學 還是說是不是一定要念這個系 我覺得其實都無妨 但是我想不想念做學生的樣子 其實是很想念的 是喔 妳想念的是哪一個部分 就是 一個被控制跟規範的人生 是滅在現在的狀態是嗎 因為我覺得小的時候會一直很想要趕快長大 然後很想要脫離學校的規範 家庭的規範 我想要做我自己這樣子 結果一做自己的時候 就突然覺得做自己其實也是一件非常 需要花力氣的事情 開始不會有人告訴你說 你要怎麼做 開始不會有人告訴你說 你要小心 都是必須得要你自己去 真的去碰撞 然後真的去受傷 真的去成長 像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的成長都是在媒體給的教訓下成長的 所以偶爾還是會很想念那個 就是被人家被一個規矩給保護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王靖在這裡是分享了所有 應該是24到30的人 他開始發現人生一個劇烈震盪 就是你自己必須做很多的 或者你在圈子裡 你幾乎是自己做所有的決定跟判斷 我相信你的母親 經紀人當然會給你建議 但是最終的決定跟判斷都要自己做 對不對 我覺得算是 而且我也很開心 就是跟我一起共識的同事們 他們都是給我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就是我的想法還是什麼的 從以前到現在他們都很尊重我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我也是感激的 因為他們有在背後的支持 所以有時候在做很多決定的時候 或者是我有什麼天馬星空想法的時候 他們都會陪著我一起去完成 今天我真的很謝謝你 而且我覺得你還會有很多機會再來 因為你的變動跟你帶給大家的力量跟連結 也是一直不斷地在發生 我最後很想問你說 我們講十年之內 你希望你自己大概走到哪裡 或是那個旅途的樣態是什麼 我希望十年後安全感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沒那麼重要了 然後我如果就實質上面層面的來講的話 我會希望那個時候的我已經開始更了解幕後工作是什麼了 因為我覺得演戲是一個很好玩跟很刺激的旅程 可是我總是會有一種感覺 覺得自己不會一直這樣子永遠地演下去 我覺得我可能還會想要去接觸更多更多不一樣的形式的 表演藝術工作 像是譬如說導演 編劇 就是幕後的 我其實會非常非常地感興趣 但我知道起碼現階段這幾年 我都還是會一直一直地在演戲 因為我覺得演戲的過程很像是在尋找一個答案 因為我是一個對很多事情的答案都會 對很多事情的問題都會很想知道答案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找到這個答案了 我可能就會對這個東西不感興趣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我可以去做幕後 非常謝謝王靖 謝謝 真的謝謝你 希望你一直不斷地丟出你好奇的問題 因為像我們訪問這麼多人這麼久 一個心得跟你交換 我覺得所有答案其實都已經在你的問題裡 祝福你不斷地丟出人生美好的問題 謝謝 謝謝你來 謝謝 謝謝 太開心 你看你舉高害我要舉高 太慎重了 謝謝 謝謝看板人物紀念了王靖24歲的人生 希望你們會喜歡除了螢幕底下的我 我自己非常非常地期待 我們下次見 掰 腦梯 看一óc Ding 耐英雄 柯 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